我們是綠能台灣 當然是綠能 當然是綠能 綠能優先 一定綠能 綠能到底啦 後面括號 你不能 林志堅這好像很亂喔 那我講個例子 黃漢不是說不參政嗎 明天突然宣布 參選新竹現場 內兵哈加世隆 現在都可以先罵 真的 共振 你不是說不參選嗎 哎呀 對不對 時空環境不同之處 卡卡不進的幾次 對不對 那你以為新竹不好選嗎 勞慶寧他當完以後 四年後就參選台 台東 你跟台東怎麼回事 我在台東自航基地當地啦 台東哪一家臭豆腐好吃 哪一家鹹肉汽最棒 我都知道 欸 沒有可以參選嗎 永遠都有關聯性喔 必要參選何換無時 真的真的 來我們今天五點分析 為什麼很簡單 第一個 因為張三振是外來的 好不好 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張三振是外來的 我也挑一個外來的 大家沒聽到啊 他說他十幾年都在桃園工作 不是 他問題是 那跟張三振也一樣嘛 那他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跟韓國瑜搭檔的時候 應該講說 桃園這個我來告啦 我最強 因為我在桃園很強 所以當張三振來了以後 起心動念 唉唷可以喔 因為大家差不多 第二個呢 張三振的後續是國民黨外 我分析過很多啦 國民黨自己聽了 都覺得很沮喪說 所以你覺得國民黨 當選就去降低 是啊 不然呢 張三振昨天跑去登記 才進龍潭 這我也是覺得豐名奇妙 五月十八題名方 你哪有初心宣布參選 一個月以後還沒簽戶籍 你應該要先簽戶籍 第三個就是賴江林 因為民眾黨雖然是第一次參選 那我也坦白跟大家講 要當選機率其實不高 因為第一次選 而且地方遠遠沒有那麼強 情況之下 如果賴江林能夠達到15% 10% 哇 那就不一樣囉 扎咖都的概念就對了啦 所以 國民黨大亂 張三振外來加上賴江林參選 造成了蔡英文一錘定義嗎 那為什麼牽動2024 因為他會去想說 我要弄一個親德包為王 蔡先生很他2024想提成見人的 嗯 總之 就是我有義 你也有情 那我們就 就成局 不是那個大局為重的成局 是說這個局就成了 可是 您之前必須跟大家說明 他為什麼身為新竹市的現任市長 跑去選隔壁桃園市的市長 史上沒有這樣子的啦 桃園現在狀況是 秋一山的未必會幫張三振正 我不是說他要去拖他的後腿 是說 我跟妳也沒有很爽 可是鄭文燦不一樣 鄭文燦因為在他本面區 那他如果選贏 他有可能去接行政院長喔 哦 換他當院長 然後呢 全力幫忙蔡總統 去選他2024要指定的那個候選人 所以他看的不是只有這一局啦 那我再講更白一點 2018年民進黨輸到我村啦 可是縣市長大選輸那麼慘 總統大選贏 對 民進黨看的是總統大選 那我們的民主制度怎麼會是用清典的呢 當然可能你會倒過來想說 你不懂啦 因為最後我要贏 所以這個方法才會贏 初選就會分裂啊什麼等等 可是這就破壞了民主的精神 要不然我們總統也輪流用作的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